《无侠联盟》 旧楼梯战队 第二轮 正式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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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四 四 三 二 三 好 来 上头了 衣服还真的是 来 上衣服 好 来 现在请两支队伍转身 面向给你们投票的大众评审 如果你支持无瑕联盟 就扔出你们手中的紫色毛巾 如果支持十楼梯战队 就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 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有请工作人员上台计票 我都投给了罗志祥 因为我觉得罗志祥真是 我觉得他是天生为舞台而生的舞者 很懂得观众想看什么 他擅长什么 他都会展现出来 他这个带大家一起唱 是一个加分项吧 感觉现场气氛一下就被燃了起来 我投给了吴建豪 因为我X crew那种大HIP HOP 跳得很齐 跳出来之后很炸 手上拿的这双拖鞋 就是吴建豪战队 在互动的一个环节 他们拖鞋换毛巾 整个舞蹈编排也是很好 就我最后把我的毛巾投给了他们 好 第二轮比评结束 两位队长对刚刚的表现有什么点评 伤心很明显 刚刚观众也是看得很开心 因为两边的作品都是很完整的 也是很好看的 但我又被吴建豪给分心到了 他把衣服掀起来干嘛 因为可以 是 那个身材真的太好了 他们想出来的想法 我其实本来说 你不要叫我拖好不好 不要叫我漏 然后他们开始 你可以啦 你看 其实我觉得 在看两个人的点就是 看到你在丢一个什么 红色彩球 对 丢彩球的时候 刚好他们有拿那个拖鞋 出来要打 印象都很刚刚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就是真的最好的安排了 我一直在旁边欣赏 真的还挺挺过瘾的 旁边的想法真的还比较 还挺配的比较相似 但每一个队的完整度都没有话说 我觉得双方都非常棒 这一次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两边想看谁 但突然又好像错过另外一边一个点 就会两边一直轮着看 然后看完最后记得比较清楚的是 小猪哥好像翻了个跟头 好 然后吴建豪老师也两次都上来 我觉得非常厉害 就所有时候我们都批了老命 刚才其实一出场 然后完全 脚的伤 忘记脚痛了 完全没有想到脚的痛 其实不只有我受伤 歪歪他脚其实也有拐道 然后王润他背也拉伤了 所以谢谢你们 然后真的让我们也很用心努力的 每天在拼 每天在排 很棒 就像刚刚Vernice说的一样 每一个不管是哪一个战队的舞者 都很希望在这个舞台上面 可以留下些什么 其实像叶音她也是 到现在那个交易还没好 然后像晨晨她感情的伤也还没好 感情的伤也还没好 感情的伤也有关是不是 也有关 有关吗 有关 对她每天排舞一直哭一直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她感情的伤害真的伤得很深 到底那位女士是谁伤害了她 告诉我 好了 好 那我们的队员 这一轮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其实我前天摔到脚的以后 我觉得 就是我脑子是空白的 没有想象到那么严重 就是我觉得 就摔一下嘛 没什么的 然后直到昨天彩排的时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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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就是舞者没有借口 因为你上台那一刻 无论你是发烧了 无论你是断脚了 无论你是什么 你都不能哭 你要跳完 你回去再哭 所以我觉得大家 我谢谢 谢谢你们 然后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大家在这边练习很辛苦嘛 对不对 都没有回去 或是休息 大家都很辛苦 就是这些人 让我们一直坚持在这边 一直爱跳舞 然后把好的作品给观众看 所以我很谢谢我的战队 谢谢小竹哥 然后对面的舞队也很辛苦 因为这个辛酸只有我们知道 其实舞者的语言都非常的简单 但他们情感都非常的真切 再次把我们的掌声 送给我们可爱的舞者 好 好 那么到了告诉大家第二轮成绩的时候了 本轮的票数结果是 67比33 领先对方一半分数的这个战队是 是 我觉得对手的确很强 但 我觉得我们的还是比较厉害一些 真的我在专注的在我的表演里面 所以我没有很专注的到看对方的表演 那其实你说真的两个作品来比较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比较好 领先对方一半分数的这个战队是 修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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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嘿 这就是切步 我自己而不 我需要撞空 我说嘿 这就是切步 所以我也会 Truy 我把这个是 是